吉姆狙击型K9到底有多强 他能以无法察觉的方式布设陷阱 让对手的机体在琴克间分崩离析 还能放置火力强大的猎犬装置 从多个方位对敌人进行围追堵截 最恐怖的是Exam系统 以极快的速度让敌人难以招架 琴克间便能结束战斗 而吉姆狙击型K9这架机体 便是由雷纳多兄弟所操纵 在16强的比赛上 雷纳多兄弟碰上了近战特别强的卤旺 起初 汝旺发现他的火力并不是很强大 因此便以为这对手不过如此而已 可下一秒 汝旺的机体便突然分崩离析 直接原地解体了 直到机体被炸毁 也没能够明白雷纳多兄弟 刚刚只是在拖延时间布置陷阱而已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一个夺冠热门选手 竟然会这么轻易地被淘汰掉 不被看好的雷纳多兄弟的实力 也因此沉迷难以估量 很快 雷纳多兄弟又迎来了一位实力 更加强劲的顶级选手杰成学长 他的机甲模型金宝饭出自 赛事举办方的专业研究所之手 也是夺冠的热门人选 很快双方便进入了废墟战场 来到了既定的战斗区域 因为雷纳多兄弟的机体是狙击型机体 所以杰成学长便假设 他们已经占据附近的高点 准备进行狙击 为了逼他现身 他决定对每一个可能的狙击点 都进行炮轰 以此来逼迫雷纳多兄弟现身 雷纳多兄弟发现这家伙确实不简单 因此便启动了猎犬装置 打算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发起夹击 当猎犬装置到达既定位置后 他们便开始行动了 这一枪暴露了狙击点位 杰成学长的反应十分迅速 转瞬之间便冲向雷纳多兄弟所在的大楼顶部 在杰成学长准备上去发起攻击的时候 却突然遭到后方猎犬的突袭 身上的两个备用武器箱都被打掉了 面对雷纳多兄弟的双面夹击 他发射导弹对大楼进行轰炸 成功把他从楼顶逼了出来 失去高地优势 眼见计策成功 便迅速冲击上前对其发起猛烈的打击 可他没想到的是 雷纳多兄弟竟然早就再次布置了铁丝陷阱等着他跳 杰成学长已经进入了圈套之中 不仅要应对密布的陷阱 而且还得面对猎犬与机体的双面夹击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大型建筑躲了进去 殊不知那也是雷纳多兄弟计策的一部分 猎犬身上分离出一个寻血装置 随后静悄悄地来到杰成学长躲藏的建筑旁边 从上面下来了不少的虚拟士兵 他们无声无息的 便把炸弹安装到了杰成学长机体的关节部位上 随后进行引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的时候 杰成学长却顽强地站了起来 原来他先前看到乳望被击败的时候 就是关节遭到破坏 所以提前在关节部位涂上了润滑油 折扬一来便能够让上面的炸弹自动滑落 不至于对机体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他趁此机会立马对这轨迹多端的家伙进行反击 可没曾想雷纳多兄弟竟然还有后手 机体的速度突然大幅度上升 进战能力一下子变得超强 原来雷纳多兄弟是启动了exam系统 大幅度提升了机体的性能 转瞬之间 好不容易得到的进战优势便荡然无存了 他不仅得应对雷纳多兄弟的穷追猛打 而且还得应对一旁猎犬的突袭 仅仅片刻功夫 便已经被打得倒地不起了 而且手上连一把武器都没有了 可尽管如此 他也不会轻易地放弃 他就这么躺在地上 启动引擎一路闪电 带火花地冲出去 最后撞到一处喷泉停了下来 雷纳多兄弟不慌不忙 并不觉得这垂死挣扎有什么意义 可下一秒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杰尘学长竟然莫名其妙多出了一把重武器 一阵猛烈地射击下来 雷纳多兄弟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 机体也随之爆炸彻底出局 这才想起来 盆泉这位置竟然就是他先前掉落武器的地方 集体已经被粉碎 便又派出了谨慎的猎犬拼死一搏 可杰尘学长却还有一把武器 直接一发入魂 最终 杰尘学长还是由金无贤地赢下了比赛 包住了向世界冠军冲击的资格 一摸白一下 冠军军冲击的资格 盯冲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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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